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父和我立下的拥许 我父 我们相信我们爱上帝的时候 上帝使我们领受上帝的爱 我父 我父您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爱了上帝 爱了多少就能得到多少 求我父帮助我们 使我们在这时间领受上帝的爱 求我父帮助我们 使我们饶恕身边的人 使我们向上帝承认告白 我曾经恨别人 甚至我恨了我自己 求我父 饶恕我的罪 我一直恨了我的家人 我恨了我身边的人 我恨了我的弟兄 求主饶恕我的罪过 我父 您告诉我们 恨了别人 恨了弟兄 就是犯了杀人罪啊 原音书三章十五节 求我父帮助我们 使我们脱离一切的罪过 不要再恨别人 求我父帮助我们 使我们在这时间 有新的开始 求我父帮助我们 使我们的儿孙 获得释放得到自由 我们相信上帝赐福于我们 求我父帮助我们 使我们看顾周围的人 为身边的人祷告 使我们成为有福气的人 奉耶稣的名 感谢献祝福祷告 阿们 我们一起来信仰告白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独生的子 因圣灵感应 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于十字架 受死埋葬 将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 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公知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在现场听讲到的信徒们 也听得清楚吗 好的 感谢主 在座的各位 我们在这世上 有写作的 或者说 无论是写本书 还是制造 还是制作一部电影 一个作品里 如果能表现出爱 这爱表达得最丰富的 这作品就是最好的 无论是美术作品 还是音乐作品 里边的爱的元素 表现得最多 这时候这个作品 就是好的作品 那我们圆桌会议 开圆桌会议 为的就是说 我们要统一 在心里要 心里要 一条心 那么 在这世间 我们来认识一下 什么是上帝的爱呢 我们找一下 《菲利比书》二章十节 上帝的话语 如果真实地领悟 这圣经话语的话 这圣经的话语 就是最美好的 一个作品啊 就 堪比世上 最好的一部 美好的作品啊 甚至是超越 这世上一切 最好的作品了 那么上帝说了 因耶稣的名 无不屈欺 这话 就是上帝 给我们最大的爱 是上帝爱我们的 最好的一种 表示啊 那么圣经的话语中 最高的爱 最好的爱 最大的爱 就是让我 因耶稣的名 屈欺 如果我们 强迫一个人屈欺 那不叫爱 真是没办法 迫不得已 跪拜 那不叫爱 韩国有句俗话 宰相去世的时候呢 没人去 没人去参加这个葬礼 但是宰相 活着的时候 宰相的宠物死了 然后好多人去 这宰相家里看望 那么 主告诉我们 主告诉我们 因耶稣的名 无不屈欺 大家知道这句话语 是有多大多大的爱吗 每当不足的 普通我平牧师 领悟着一句 圣经话语的时候 我心里真的是 热血澎湃 这上帝的爱 真的是最大的喜乐 我心里领受了 这上帝的爱 有着喜乐的时候 就有奇迹发生 使我的家庭万事哼通了 这一句经文 就包含了 这么庞大的祝福 而大家读了之后 也没感觉吧 诶 这到底什么意思呢 我没觉得 这是最大的爱呀 上帝就是爱 上帝的爱 写出的全都是爱 而我不领受 这份爱的时候 说明 我内心是歪曲的 我们今天来认识 上帝的爱吧 菲利比书二章十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菲利比书二章十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 一二 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 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 无不屈欺 阿们 好多人说 诶 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呀 哇 好多人说 这世上有很多权力 有很多权势的人 无论是多厉害的人 无论是天上的 还是地上的 有多大的权势 甚至在地底下 我们肉眼看不到的 无论是多大的 多庞大的 都要因耶稣的名 无不屈欺呀 都要跪拜在耶稣面前呀 大家要认真的听啊 不足的普通 我平牧师 在反复强调的时候 分明是有奥秘的 是有钥匙的 从中是有钥匙的 不足的普通 不足的普通 我平牧师 不足的 大家知道 谁才是真实的牧者呀 上帝派遣的真牧者 才是真牧师呀 那上帝派遣的真牧者呢 是领受这圣经话语的 就比如说 上帝派遣的真牧者 是精通这圣经的话语的 就比如说我们做饭 做饭做熟练了 闭上眼睛也能做好这顿饭 这叫熟练吧 这叫精通吧 因耶稣的名 因耶稣的名 无不屈欺 我们都会跪拜在耶稣的面前 是耶稣的名下 世上自以为是 非常高高在上 傲慢 骄傲 无论是天上的 还是地底下的 还是地上的 还是多了不起 多大的人物 无论是谁 都要因耶稣的名 跪在耶稣面前 跪在耶稣的名下 这是非常非常庞大的爱 相信这上帝的爱 就是这最大的爱 菲利比书二章十节 我再来读一遍 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 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 无不屈欺 阿们 这到底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呢 在这世上 无论是谁 无论是什么样的人 都要跪在耶稣面前 如果不跪在耶稣面前的话 都会辛苦的 直到跪拜为止 那有些信徒就不明白了 哎呀 不是说宗教自由吗 那人家信别的宗教 不也挺好的吗 这是我们人的想法 我们以为这宗教是自由的 而上帝是爱我的 而且上帝是最爱我的 上帝爱每个灵魂 那么在这世上 有很多人嘲笑耶稣的 甚至不相信耶稣 藐视上帝的话语 或者说 也有好多人身子来到教会了 却一直不认识四阶段悔改 不承认基督的 不承认基督宝血的 这都是并没有跪在耶稣面前的呀 不认识基督的时候 没有跪在耶稣面前的时候呢 生活中已经是很愁苦了 上帝的话语是世上最强大的 原意是五章四节 上帝的话语是最强最强 是最大的 如果一个人追求宗教自由的话 说明这个人特别痛苦 不幸福 夫妻关系也不和睦 上帝的话语 正是全能者上帝 因为上帝是最爱我的 全能者上帝最爱我 所以把这上帝的话语给了我们 上帝说了 这世上所有的一切 都要因耶稣的名跪拜 因耶稣的名 无不屈欺呀 这就是奥秘 家族的各位 大家遇到困难了 大家在辛苦受累吗 那是因为大家没有跪在耶稣面前 那是因为大家没有跪在耶稣的面前 大家辛苦受累 直到跪在耶稣面前为止 神明记五章十五节 我们要纪念出埃及事件 出埃及事件 通过出埃及事件 我们学会了顺从啊 为的是要顺从全能者上帝的话语啊 就是要因耶稣的名 屈欺啊 那么上帝让我辛苦受累的时候 首先没收我的钱财 年过六十的信徒们 大家知道 钱财丢失的时候呢 钱财丢失的时候 也会加一条人命 年过六十的人都有这方面的经验 钱财也流失了 命也没了 因为在这世上 无论是钱还是我的命 都不属于自己的 而我们总把钱财和命当成是自己的 不承认耶稣 不跪在耶稣面前 反而很藐视耶稣 在这世上 有规律 钱财丢失的时候 命也能加一条人命呢 一个人的名誉毁坏的时候 因为无论是名誉还是钱财还是人命 都不属于我自己的 全是属于上帝的 钱财 上帝有能力把这个钱财没收了 生命记二十八章二十节 上帝首先没收一个人的钱财 上帝首先没收钱财 这个人的事业总在倒闭 这个人的生意总是做不好 那钱财被丢失了 钱财被没收了 还不醒悟 还不认罪 还不悔改的话 就会把疾病加在这人身上 生患了疾病 生患了重病 还不醒悟 还不认罪的话 就会通过自然灾害受灾害 神明记二十八章二十到二十二集 里面写得非常的详细耶 天气的变化 气候的变化 洪水还是干寒 这一切全是由上帝来主宰着的 那上帝行这一切的事情 是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是最爱我的 因为上帝最爱我 上帝是让我因耶稣的名跪拜 哎呀真的 因耶稣的名跪拜了 才能明白上帝的爱吗 大家知道 唯独上帝的爱 使我们得到满足 上帝创造了这世界之后 就已经把好的祝福全给了我们 而好多人否认上帝创造了这世界 否认上帝创造了这世界的人 家庭特别的愁苦 而且儿女也不孝顺 夫妻关系也不和睦 直到这个人能认识耶稣为止 创世纪一章二十六集 上帝是爱 上帝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了人 上帝是用爱创造了人 我们人 投靠人的爱是得不到满足的 有些妻子说 哎呀 下班 早点下班吧 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 下班的时间再早 这两个人也不会幸福 我们的幸福 我们的满足 只有投靠上帝的爱 只有上帝的爱给我满足 因为上帝的爱创造了我 上帝的爱创造了我 所以只有上帝的爱给我满足 只有上帝的爱使我幸福 在这世上有各种各样的伪装 在这世上有各种各样的伪善 没有真实的 上帝让我们因耶稣的名 屈欺 哎呦 好多人说 哎呦 这 这句话好可怕呀 我们辛苦受累 直到跪在耶稣面前为止 这上帝的话语 是最爱我的上帝讲的话 我遇到困难了吗 我遇到坎坷了吗 分明是因为我没有跪在耶稣面前 并没有跪在耶稣的名下 上帝为什么让我们一定要跪在耶稣的名下呢 为什么一定要跪在耶稣面前呢 因为耶稣就是真理呀 因为耶稣 耶稣里边有圣父圣子圣灵啊 我们找一下以福所书四章二十一节 耶稣里边有三位一神呀 有些人说 我的人生怎么这么丑苦啊 首先来认清自己 我是不是并没有跪在耶稣的名下呀 好多人说 哎呀 我是信别的宗教的 那您真心地回答一下 您真的幸福吗 您真的平安吗 其实不平安的 也不幸福的 也在自己欺骗自己呀 只有上帝是给我幸福的 唯独上帝是给我满足的 唯独上帝是给我自由的 而我们为什么总在欺骗自己 甚至在欺骗别人呢 因为我们人内心带着魔鬼 我们内心带着祖上的魔鬼 这时候讲话 我们内心都带着祖上的魔鬼 我们内心都带着魔鬼 这时候 就说谎 而且说的 说谎自己也不明白 而上帝给我的祝福 是不添加任何担心忧愁的 真言十章二十二节 上帝给我的赏赐 是没有任何担心忧愁的 上帝给我的祝福 是没有任何担心忧愁的 真心地祝愿大家领受这份祝福啊 那么夫妻关系现在不和睦吗 在这世上 在这世上 我们人类追求的幸福和满足 到底是什么呀 我们在这世上 以为的幸福和满足 都是虚无的 唯独上帝给我的满足和幸福 才是实实在在 而且是最真实的 是存在的 这正是我们先做悔改 先认罪悔改 做四季段悔改 做了四季段悔改 属于基督的时候 上帝给我幸福和满足啊 在这世上 夫妻关系和睦了 就比做鸳鸯的爱 在这世上 仅是如此 而上帝给我们的幸福 是什么呢 上帝给我们的幸福 是加倍的好 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九节 上帝是要把好的祝福全给到我们 上帝说了 一定要领受祝福 不领受祝福的话 就会有灾难和咒诅 基督来说六章十四节啊 今天上帝告诉我们 要让全天下 因耶稣的名屈妻 那么在这世上 如果我们 屈妻的话 就表示 哦 我输了 那么 因为我失败了 或者说 为了表达我输了 屈妻跪拜的时候 都会觉得 哎呦 这伤我自尊心呀 我跪下 多伤我自尊心呀 那么 有时候 有些人为了讲究自己的自尊心 死也不跪拜 宁可去死也不跪拜 那么 今天上帝告诉我们 因耶稣的名屈妻 这不是让我们强迫自己 是让我们 甘心的 发自内心的 因为上帝是爱 人认识了上帝的爱 我们甘心的 乐意跪拜 那么上帝爱我们 上帝的爱 是怎么表现的 耶稣钉死在了十字架上啊 因有了这 主耶稣基督的爱 因这份爱 我们都会甘心的 屈妻呀 上帝最爱我 上帝爱我 而我们肉眼 看得见上帝吗 而耶稣呢 我身上的疾病 我身上的一切的罪过 我做错的一切的坏事 我所犯的一切的罪过 这一切耶稣全背在了 他自己身上 而且 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耶稣受进来藐视 献出了生命 以舍己 表达的是 耶稣的爱 也是上帝的爱 那么在这世上 往往母亲去世了 当母亲去世了 等我成了母亲的那个年龄 养育儿女的时候才会领悟 哎呀 这原来是母亲的爱呀 再做到各位 大家养孩子 养育儿女 这儿女到十岁 这儿女刚十岁的时候 也刚好理解父母 父母的那个心情吧 因耶稣的名 无不屈欺 那么 在这世上 母亲最爱我 在这世上是这样子 那么 尽管母亲为我舍命了 也没有说 我因母亲的死 能得到重生啊 而主耶稣基督的死 因主耶稣基督的死 能让我获得重生 能让我得到生命 而且主耶稣基督 现在是活着的 主耶稣基督是活着 正在帮着我 我们在 我们平时在生活中 遇到困难的时候 做四阶段悔改 一旦做了四阶段悔改 就一定会得到帮助 是非常神奇的帮助 在这世上 谁都承认 是耶稣 背起了所有人的罪孽 我性格上的缺陷 我身上的疾病 这一切不好的 耶稣全背在了 自己的身上 那么 我们如果认识这份爱的话 一定会屈欺 是甘心的屈欺呀 我们通过圣经的话语 认识到了耶稣 认识了耶稣的爱 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 同时 耶稣身上是背起了我所有的罪孽 耶稣代替我 背起了我祖上所犯的罪过 那么 那么在这世上 始终有很多的人 还不认识耶稣的爱 那么 为了让世人认识耶稣的爱 会让世人经历一些辛苦 经历一些各种各样的困难 或者是问题 直到认识耶稣为止 直到跪在耶稣面前为止 只要奉耶稣的名祷告 心愿就能得到实现呀 约安福音十四章 十三到十四节 奉耶稣的名祷告的时候 我父听这个祷告啊 那么 我们发自内心的 有感恩感谢的时候 是甘心的跪在耶稣面前的 比如说 我面临死亡了 我的儿女正在死亡的边缘 我经济上遇到困难了 我的国家处于危机了 那么在这种的危机中 奉耶稣的名祷告的时候 能蒙允许 奉耶稣的名祷告的时候 能得到帮助 那么这种感恩感谢 怎么会不甘心的 屈膝呢 为什么一定是强调了 因耶稣的名呢 在耶稣的名下 跪拜呢 真切的志愿 大家在这时间 领会这一点 那么耶稣里面有谁呢 耶稣是谁呢 耶稣里面有上帝 上帝创造了整个世界 那么耶稣里面也有圣灵 耶稣里面正有这三位一神呀 三一神呀 一副所说四章二十一节 我们读一下 一二 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 领了他的教 学了他的真理 阿们 一副所说四章二十一节 学了耶稣的真理 那么耶稣里面是有真理的 大家认真地听啊 当今很多教会的信徒说 哎呀 我跟耶稣能确立起真实的关系了 耶稣里面有真理 耶稣和圣灵是在一起的 耶稣和上帝在一起 而我们是罪人 我怎么可能直接和耶稣 确立起关系呢 比如说一把枪 手枪的这个弹口 如果瞄准谁 这个枪子弹就打中谁 就死了 我们要认清楚 耶稣是和上帝在一起的 耶稣是和上帝同等的 耶稣是和圣灵在一起的 而我 我们 我是罪人 我们人都是罪人 只有基督的宝血 赦免我的罪过了 我才能属于耶稣啊 耶稣里面有真理 那么真理是谁呢 上帝是真理 圣灵也是真理 约翁一书五章七节 圣灵就是真理呀 约翁一书七章十七节 上帝的话语就是真理 那么上帝的话语是谁呢 上帝的话语就是上帝呀 上帝就是真理 圣灵也是真理呀 耶稣里边有圣灵 耶稣里边有上帝 耶稣里边有真理 而我 我是罪人 大家和我 咱们都是罪人 我们需要靠着基督的宝血 使罪恶得到赦免 我们要靠着基督的宝血 使我的罪得到饶恕啊 所以大家要分清楚 认清楚自己的位置啊 民书记十四章十八节 为什么说当今教会都成了假的教会 分不清自己的位置 甚至好多人不承认自己的罪 也不认识基督的宝血 也不承认基督的宝血 赦免自己的罪过呀 就比如说 我们坐上一辆车 这辆车的开始方向是去首尔尔的方向 但是如果我坐反买这辆车的话 就往反方向走了 上帝和我的关系 我们要永远认清楚 我是罪人 上帝是全能者 上帝创造了我 我是个被造物 而我们当今好多教会 把自己当成上帝 真的是非常荒唐啊 大家要谨慎 要警醒过来呀 耶稣里边有真理 耶稣就是真理 耶稣里面有圣灵 耶稣里面有上帝 而大家和我呢 我们都是罪人 咱都是罪人呀 我们因耶稣的名跪拜 我们跪在耶稣面前 就相当于跪在上帝面前 跪在圣灵面前 耶稣正是道成了肉身 来到了这世上 耶稣来到这世上 为的是什么 耶稣来到这世上 为我们代替我们的罪恶 我们的罪这么的多 我的想法也这么的顽梗 我祖先也犯了罪恶 导致我身上有很多疾病 有很多不好的性格 而这一切 耶稣来到这世上 全代替我背负起来了 耶稣代替我 背负了这一切的不好 而为的是让我得永生 为的是让我的生命得救赎 约翁一章二十九节 如果我们不听上帝的话语 不顺从上帝的话语 不听从上帝的话语的话 我们会一直辛苦受累 直到听从为止 以希伯来书三章 再觉得各位 我们趁早地跪在耶稣面前吧 耶稣真的是为了我和我的生命 耶稣真的是为了我和我的儿女 背起了这十字架 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这正是真理啊 真理是什么呢 真理是让我们获得释放 得到自由的 只有真理使我们得以自由 这自由是什么 从一切的想法中获得自由 在一切的困惑中得到自由 在经济上 物质上也能获得自由 在财物上也能获得自由 在一切的疾病中获得自由 我们找一下约翁佛音八章三十二节 这是多么多么庞大的祝福啊 大家在座的各位 有些信徒身患疾病 身患重病了吗 今天因耶稣的名 使这个疾病得到医治了 那这时候的欢乐 这时候的喜乐 都会甘心地让大家跪在耶稣面前的 不知的普通我瓢牧师 左边世界各地 传讲了这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好多神学者 甚至在韩国 甚至在美国某一个特别有威望的韩国神学者 听了这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之后 当场就跪拜了 不知的普通我瓢牧师走遍世界各地 那好多信徒 看着我瓢牧师就跪在那里 人家跪那里 不是跪拜我瓢牧师 人家是跪在耶稣面前 如果当时我瓢牧师把人家的跪拜当成是 哦 给我跪拜 那我就是个假的 人家感恩感谢是感恩上帝 向上帝献感恩感谢的 谁都不能挡了上帝的荣耀 谁都不能抢了上帝的荣耀啊 如果一个教会的牧师 把一切的荣耀揽在自己身上 抢了上帝的荣耀的话 那个教会的信徒都要一起去地狱了呀 去那种教会的信徒 总会遇到一些困难 身患疾病 而且经济上遇到困难 耶稣是谁呢 耶稣就是信心呀 格林多后书十三章五节 耶稣在我心里的说 我才是获得信心的 我们辛苦受累 是因为我始终没有跪在耶稣面前 始终不懂得感恩感谢呀 感恩感谢的时候一定会跪的 一定会跪拜 一定会屈欺呀 大家今天顺从上帝的话语吧 大家今天听从这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吧 只要听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顺从上帝的话语 这时候就能获得自由 从疾病中获得自由 从不好的性格中获得自由 从经济上财物中能得到自由 真理是让我们得以自由的 在这世上 被关在监狱的人 如果获得释放得到自由了 那他人家都觉得特别高兴 特别的感谢 全能者上帝 以肉身来到了这世上 为了我的生命 为了我的灵魂 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代替我背起了一切的疾病 代替我背起了一切的罪孽 这是多么多么感恩感谢呀 这是多么多么庞大的恩典 这是多么多么大的爱呀 而我们为什么不认识这份爱呢 耶稣里边有圣灵 耶稣里面有上帝 那么 耶稣是和上帝在一起的 而我呢 我们是罪人 我们需要认罪悔改 我们需要做四季段悔改 靠着基督的保喜 洗净我的罪 使我承认我的罪 使我的罪得到赦免了 能够无愧地站在耶稣面前呀 我们先认罪悔改 做了四季段悔改之后 我的罪又得到赦免了 这时候奉耶稣的名祷告 就能得到允许啊 格罗西说二章八节 所以不认识基督的话 不承认基督的保喜 赦免我的罪的话 就成了假的教会 讲道如果不照着基督的话讲 那都是假的讲道 为什么有些家庭 事业上困难了 经济上也遇到困难了 甚至身患重病 得不到医治 很是困难 真理能让我得自由 真理能使我的同脑聪明 认识了真理 能使我获得健康 真理能让我在一切事物上 获得自由 而我们一定要靠着基督 才能认识耶稣啊 我们跪在耶稣面前 是因为认识了这份爱 实在是发出内心的感恩感谢 是甘心地跪在耶稣面前 是因为爱感恩感谢 才跪在耶稣面前的 在座的各位 大家不健康吗 事业上遇到困惑了吗 儿女们现在很困难 没有得到自由吗 经济上财务上不自由吗 为什么被名誉所困 困住得不到自由呢 真理是让我得以自由的 而这真理是在耶稣里面呀 原来福音四章 那撒玛利亚妇女 遇见了耶稣了 跟耶稣还谈话了 当这个妇女认识 原来耶稣就是基督了 当这个妇女承认 基督就是耶稣的时候 当这个妇女认识基督 承认基督就是耶稣了 这时候她得到了变化 她得到了变化 疾病得到了医治 性格得到了改变 我们在这世上有精神错裂 或者是神经上 紊乱的这样的现象 今天靠着真理都能得到自由 靠着真理都能得到医治 这么好的祝福 这么好的恩典 怎么可能不感恩不感谢呢 上帝的爱使我获得自由 上帝的爱使我的疾病得到医治 这自由多么多么的好啊 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一二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阿们 我们再来读一遍 一二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阿们 谁让我们得自由啊 是真理啊 忘记在韩 曾经韩国解放之前 当时百姓经常喊一句口号 要么给我自由 要么就死亡 那我平牧师当时也 学人家喊口号 要自由 哎呀 要么给我自由 要么就死亡 这口号 讲得多好 但是却不认识 什么是自由啊 到底怎样才是自由呢 我们以为随心所欲的玩耍 那不叫自由 动物世界永远是强者 吃弱者 那不叫自由 上帝赐予我们的自由 是真理 这自由是什么 真理 这自由能让我们从一切获得释放 从疾病中获得释放 是真实的做人 是真实的做人呀 唯独真理给我自由 真理就是自由啊 那么谁能给我这自由呢 我们要跪在耶稣面前呀 只有上帝能使我自由 唯独上帝那里有真理呀 只要获得了自由 只有上帝能使我们获得释放 得到自由 这自由包含了物质上的自由 知识上的自由 疾病中获得自由 用耶稣的名使我获得这份自由 这正是真理呀 我遇到困难了 那么上帝在今天解决我的困难 那我的问题得到解决了 发自内心的感恩感谢 怎么可能不感谢呢 尝试过这份爱的人 都会甘心的 发自内心的感恩感谢 尝试过这份爱的人 经历过这份耶稣的爱的人 一定是 发自内心的屈膝在耶稣名下呀 我心里还不领悟 我心里还没有感动的话 说明我并没有悔改呀 而上帝是全能的 上帝一定会让我 认识到自己的罪过 上帝会让我经历辛苦受累 直到认识到主耶稣基督的爱为止 大家知道 如果我们没有获得自由的话 在 如果我没有获得自由的话 我就同时在祸害自己的子孙三四代呀 除了几期二十章五到六节 没有获得自由的话 我就是恶人啊 我们要获得自由 我们要领受这真理呀 认识真理呀 我获得了真理 我获得了自由 这时候能是我的儿女领受这份自由 当今我们做父母的竟犯罪了 而我们还不知羞耻 不认罪 不悔改 而我们光喜欢指挥别人 给别人讲道理 我们都要警醒过来呀 我要获得自由 我要认识这份真理 我要获得自由 这时候我的儿女才能获得自由啊 唯独耶稣使我自由 唯独耶稣是真理呀 在族的各位 大家遇到的困难 正是因为我眼前的困难 耶稣为了帮我解决眼前的困难 亲自钉在了十字架上 所以我们需要认罪悔改 做四季段悔改呀 圆安福音四章 大家可以读一下 那撒玛利亚妇女承认了耶稣就是基督 当那位妇女认识了 哦 原来耶稣就是基督的时候 她得到了变化 她得到了自由 她得到了盼望 我们今天认罪悔改吧 我们做四季段悔改吧 只要做了四季段悔改 只要做了四季段悔改之后 耶稣帮助我解决所有的问题呀 如果我们不遇见耶稣的话 如果我们不投靠耶稣的话 我们一定会辛苦受累 一定会经历一些很凄惨的受累和辛苦 健康也不顺利 经济也不顺利 样样都不顺利 所以我们眼前永远有两条路 生命纪三十章十五节 得福的路和受害灾害的路 我们要选择得福的路 我们要跪在耶稣面前获得自由啊 我们要靠着真理获得自由 使我的儿女自由 唯独主耶稣基督能让我活呀 唯独主耶稣基督是一条活路啊 上帝多么多么多么的好啊 主啊我们感谢您上帝实在是真好 我们今天心里有各种各样的困惑吗 认罪悔改 做私就算悔改 来遇见耶稣吧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国家 面临危机了吗 不足的普通我平牧师奉主的名 跟大家告白 这世上没有任何宗教能代替耶稣的 在其他的宗教 谁都不能代替耶稣 只有耶稣 使我的生命得救赎 唯独耶稣能使我的疾病得到医治 大家不要再被欺骗 大家也不要再去欺骗别人了 路只有一条路 是唯一的一条路 耶稣就是这条路 耶稣就是真理 耶稣就是生命 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 主啊我们感谢你 只有主耶稣基督的这条路 是一条活路 是指引自由的路 上帝多么多么好啊 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得永生的路啊 我们静静地闭上眼睛 我们来跟随主耶稣基督吧 一直以来 我们是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啊 我们还要辛苦受累 才肯认罪悔改吗 还是说发自内心的 能够甘心地跪在耶稣面前呢 上帝能让我自由 上帝能使我的头脑聪明 上帝能使我的内心平安 这一切全要靠真理获得自由 经济上获得自由 国家的问题上也获得自由 夫妻关系上也获得自由 因为只有上帝能给我自由 唯独靠着耶稣 唯独靠着耶稣使我们遇见上帝 而我们首先要承认自己的罪 靠着基督的保险使我的罪得到赦免啊 所以我们需要认罪悔改 做事就算悔改 在这时间我们呼喊主的名 先呼喊主的名三次 然后向上帝认罪悔改 上帝并不喜欢这种搞仪式的 上帝说了 心灵洁净了 罪恶得到赦免了 这时候我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 我的心灵洁净的时候 县礼拜上帝是悦纳的 真言28章13节 我们一起来呼喊主啊 向上帝认罪悔改一二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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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啊 我家庭遇到困难了 求我父 使我父的自由 求我父帮助我 使我能为国家和民族祷告 主啊 我们感谢您 主啊 我们感谢您 主啊 在这时间 主啊 我向主承认我的罪 我向主承认我祖上的罪 求主饶恕我的罪过 在这时间 求主饶恕我的罪 使我们的罪得到饶恕 使我们能够为国家和民族祷告 只有耶稣是道路 只有耶稣是生命 只有耶稣是真理 求我父帮助我们 使我们获得真理 使我们得到自由 我父上帝 我父上帝 求上帝使我们获得自由 求我父上帝 使我们获得自由 主啊 求我父帮助我们 使我们的儿女 获得自由 使我们的后孙 获得自由 使我们的经济上 获得自由 使我们的心灵 得到医治 使我们的健康 得到自由 主啊 主啊 我是个罪人 我如此的误愧 我如此的肮脏 主啊 正是因为我的罪恶 因为我的罪 挡住了信徒的祝福 求主饶恕我的罪过 主啊 我们感谢您 主啊 我们感谢您 主啊 我是个罪人 我是个罪人 我是误会肮脏的罪人 求基督的宝血 赦免我的罪 求基督的宝血 饶恕我的罪 在这时间 求上帝 饶恕我的罪过 使我们获得自由 使我们遇见耶稣 使我们获得自由 我父 您告诉我们 奉耶稣的名祷告的时候 我父就允许我们 主啊 我们感谢您 主啊 我们感谢您 我父 相信这时间 是人生中最为宝贵的时间 求我父帮助我们 使我们所有的灵魂 得到自由 使我们所有的灵魂 认识真理 我父 求我父帮助我们 使我们从一切的灾难 疾病 在一切的问题上 全获得释放 得到自由 全能的父 我父啊 我现在始终没有获得自由吗 是健康上遇到困难了吗 还是说没有获得智慧 还是说始终没有 领受知识 心灵始终不平安 求我父帮助我们 使我们获得自由 我的罪恶 唯独靠着基督的保险 得到洗净 只有基督的保险 赦免我的罪 只有基督的保险 洗净我的罪 使我们遇见耶稣 获得自由 无论我们遇到什么的问题 都要投靠耶稣 奉耶稣的名祷告的时候 使我们得到忧郁 折磨我们家庭的一切 撒旦恶魔恶鬼啊 封耶稣的名 宣告一切的恶魔恶鬼全退去 我们的罪恶 靠着基督的保险 全得到赦免了 使我们从此获得自由 无论是在学问上 无论是在经济上 财物上 在健康上 使我们获得自由 我们相信上帝使我们获得满足 去我父帮助我们 去我父赐福于每个灵魂 使我们领受上帝的应许 使我们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 将一切的荣耀献给上帝 我们相信上帝赐福于我的子子孙孙 相信上帝使我们脱离罪恶 使我们获得自由 去我父帮助我们 使我们每个灵魂 获得上帝赐予的幸福 奉耶稣的名 感谢 献祝福祷告 阿们 此刻 我们救主 耶稣基督的恩典 与上帝那极致的爱 与圣灵赐予的醒悟 和引导保护 今天我们下定决心 认识真理 为了获得自由 因耶稣的名 趋弃在耶稣名下 我父 在这世上 没有任何路 而唯独上帝 只有我们一条活路 唯独权能者上帝 解决我的困难 去我父帮助 使我做见证者 我甘心地 因感恩感谢 屈膝在耶稣面前 我父 您告诉我们 爱痛的人是有福的 在今天 去我父帮助我们 使我们得到允许 此刻 我们救主 耶稣基督的恩典 与上帝那极致的爱 与受您赐予的引导 保护 和交通 今天我们下定决心 在每个下定决心 领受真理的 每个心灵上 每个家庭 每个国家上 奉主的名祝愿 将从此刻开始 永远一同同行 阿们 在这一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